这个强势的点何必去放弃 这个看起来呢 应该是为亚安运会去设计的 加上王哲林的这个内线呢 可能这个在移动速度上相对来说慢一些 你说的那不是很难 王哲林首先位置控制不错 没有让对方过掉 另外呢赵锐跟的也是很紧 好球啊周琦 火箭回来的 对啊 外线那可以说信手拈篮啊 你看到他球尽可能往三分上走 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赵锐连续两个背后 再给底角周琦机会出来了 好球三分命中 火箭道 而且这个节奏啊 好用这球盖上球了 先碰到了篮板 我们看中医师也在调整啊 老远户 好球改的漂亮 往下顺的速度也快 这球上的也及时 没错能看到就周琦往下顺这一下啊 速度确实快 嗯 搜一下就定定了 呦呦呦呦 这个确实托尼斯队员呢在转底角 刘志轩看这球怎么样 篮板为周琦拿到 好球 哦 这高狗状 你还说瘦吗 这 忠一辉 提滴给周琦再起 漂亮 单手的爆扣 你看不占球权 轻描淡写 但是呢 半场比赛应该是 宫队得分最高的球员 胡志轩外线放个冷箭 周琦把篮板球拿到 再交篮下 漂亮 真是无似啊 对 那个位置其实也可以攻了啊 周琦 好球 周琦双手不扣 嗯 你抬头 人家比自己高啊 对 仰的都是手臂 周琦往来下走 习惯非常好 接到孙明辉传球之后呢 这球根本就不放下来 嗯 直接举得高高的把球放进去 有了对抗之后 并没有影响他的进攻终结 你看这球是碰到手臂了 嗯 包括下面也有这个肢体的接触 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终结的 这个手臂 嗯 但是毕竟也是在 也是在进步啊 也是在学习 但是确实对手能够通过 传统就创造机会 漂亮 再找周琦 漂亮 呃 这是我上半场结束说的 就是今天 孙明辉 赵瑞 尤其是孙明辉 给出几个助攻啊 还让人真的是看到了 这个答案的 呃 本身赵纪伟受伤 你心里对这一点是有担心的 嗯 但至少从他们今天 给出几个助攻 觉得 哎 还挺好 嗯 好 咱们这个暂停的 一块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选出来的最佳三分